现在迅速派健康跟我来 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在台湾吃素的人口 现在已经将近300万 如果再加上五辛素奶蛋蔬食的话 竟然已经配合500万人了 所以说这么多的人 都是为了健康而吃素 可是素食人口最不喜欢的 就是叫做素食加工品 就不晓得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 可是光吃青菜水果 又觉得太单调了 不过今天没关系 就要教你怎么样自己来制作 健康美味 然后又有饱足感 又有多变化的素食加工品 那就要请到我们的蒟蒻公主 吉美林老师 来教我们美味好吃的蒟蒻加工品 我们是除了要做蒟蒻 然后还要做蒟蒻料理 对 总共有几样料理 我们今天准备两样蒟蒻料理 一个是五色蒟蒻丝 对我们用五种颜色的这个蔬食来做露菜 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做一个三杯蒟蒻卷 对哦 一听就好吃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蒟蒻蒻丝 蒟蒻丝 材料有蒟蒻粉四十克 冷水九百兮兮 碱粉四克 五色蒟蒻丝 材料有蒟蒻丝一百克 红萝卜丝一百克 黑木耳丝一百克 黑木耳丝一百克 芹菜段五十克 金蒸菇一百克 姜丝少许 调味料有油一大匙 酱油两大匙 清水五十细细 三杯蒟蒻卷 材料有猪肉卷一百五十克 彩椒片一百克 九层塔适量 老姜片二十克 调味料有胡麻油两大匙 酱油两大匙 砂糖一大匙 清水两大匙 油少许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食材 首先最基本的都是这 这个不讲看起来像一个大饼对不对 这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材料 这是我们的蒟蒻粉 这是我们必须要让它做热固定的碱粉 碱粉 对 这个有另外一个蒟蒻粉 是特别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的是 这两种粉的不一样 一般来说你会看到 这个是比较细致一点的白色粉 这个比较粗的颗粒 它会有杂质在里头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丑丑 所以这两个都是蒟蒻粉 都是蒟蒻粉 可是它因为有等级上面的差异 那这个关乎什么呢 关乎你的蒟蒻粉跟水的比例 所以说我们在外面买的到底是 就是不一定你买到的是细的 或者是粗的对不对 对 通常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 细的比较贵 粗的比较便宜 是 乱菜 就是这样 一分钱一分货 是这样 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 它当然选细的比较好 也就是说它的细度比较 Psalmen 质感会比较好一点 对 剁出来的质感比较好 比较好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 Cucomana含量也比较高 什么含量 Cucomana Cucomana 绿锯糖 那个对人的体很有好处的 对 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 然后可以吸收胆酸 这是脂肉的食用价值 我们大家都知道脂肉最好的就是 可以促进肠胃道的健康 对 对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怎麼做 首先 先準備水 那這一份呢 蒟蒻我們是40克 要有比例的喔 對 那以這個粉的品質來說的話呢 它可以對到的這個比例是大概20到25倍 所以就是800到1000都可以 800到1000CC 對 都可以 那800跟1000 差在哪裡呢 差在你做出來的蒟蒻呢 一個會比較Q 一個會比較軟 你喜歡什麼 是 或者是你想要它呈現什麼 對 還有如果是喜歡吃 比較有嚼勁 有Q度的 你的水就可以少一點了 好 那我們今天做麵呢 今天我們做中間的那個900好了 900 OK 來 這是900CC的水 那我們找一個比較深的碗 就把水倒進來 先放水 好 那然後呢 先把鹼粉倒進來 對喔 這個要先溶解 先溶解 好 倒進來之後呢 我們用手動打蛋器 就是這樣輕輕的攪動 讓它均勻地溶解就可以了 夏天很快 冬天可能因為氣溫低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潔力 那你就只額外用一點點熱水 先讓它在這裡溶解 之後再倒進來就可以了 對 好 那這樣子你看 完全都已經溶解在水中了 又溶解了 對好 我們現在要把蒟蒻粉倒進來 好 大家看到這個變魔術喔 我們都發覺這家做這個好好玩喔 那在蒟蒻粉倒進來之前呢 我們先把這個手動的打蛋器 先拿直在你的這個容器當中 然後呢 先讓它形成漩渦狀 讓水先動 對 好 那你會發現它是不是有一個漩渦了 好 那我的粉要倒進來的時候呢 是一次倒 而不是慢慢的倒 好 因為這個粉的品級很高 所以它碰到水之後呢 很快就會凝固成固態了 好 所以如果你慢慢倒會來不及 好 所以呢 好 先攪動以後呢 我倒粉的時候呢 你不要停喔 打蛋器不要停 好了 同時間反方向打回去 煩耶 對 反方向打回去 剛看到沒有 輕輕地攪動 大概6到10秒鐘就可以了 好 你看它慢慢成型了 會有一些氣泡產生 就輕輕地放動 對魔術 對 然後它會在表面上面 這樣子 它會直接會浮出來嗎 對 它跑上來 那你可以拿一個小湯匙 這樣子敲一敲 抹一抹 空氣破了 對 它的水分就會 這樣做出來的蒟蒻它等一下的質 它會非常的 所以就會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上面有一顆洞 一個洞一個洞 對 好 那你會看到 這樣子都被我弄到有點亂亂的 超醜的 對 沒關係 你不用理它 它等一下時間過去自己會平 可是這個是生的 我們現在把它變成熟的 好 那你會看到這個 跟這個的狀態不太一樣 它其實也是生的 可是這個 這個可以摸不黏手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是黏的 這還是黏的 滑滑的對不對 對 那蒟蒻要讓它變熟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 我們像這樣子之後 你就放到電鍋裡面去蒸它 整鍋去蒸 這個份量大概外鍋放一杯半的水 要蒸那麼久 大概要30分鐘 因為它厚 厚 因為它厚 好 這是一個方法 等到電鍋跳起來之後 它就熟了 蒸出來會像這個樣子 蒸出來我們就可以切塊了 就可以切塊了 就變這樣 對 你看它這裡是軟的 對啊 用湯匙就知道 差那麼多 這裡是軟的 可是這就硬的了 對 那可是這個也不太一樣 好 這是一個方法對不對 我們用電鍋去蒸它 蒸它之後它就變硬了 讓它變成形狀 只能用刀子來切 好 那可是呢 舉論在還沒有蒸熟以前 它其實是像黏土一樣的 可塑性很高 你看 你是說不要蒸就會變成這樣 是吧 要擺多久 大概呢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氣溫比較高 大概30分鐘 就可以不黏熟的狀態 就可以了 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子了 現在可以就開始玩了 就可以開始玩了 可以玩 可以是各樣的形狀 那你看喔 現在我要做一個 你看 就這樣喔 我們好玩喔 你可以用刀切 好 可是你看它像是軟軟對不對 對 我要示範一個 就是今天我們不是要做這個橘子絲嗎 對對對 你可以自己做 要做麵條 對 擀麵條 這樣把它擀 向前開來 它可以變成像麵圖 它完全像黏土耶 對 你可以用刀來切 改變它的形狀 也可以用手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做麵條呢 就不會像在我們市面上看到的那個橘子絲 那麼細 因為那個是用機器做的 機器 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手工 我們這是叫手工家常麵 對 是好 你把它擀平了之後呢 那就用刀了 這個時候你要改變形狀就是這樣切 一條一條的切 喔 好好玩喔 這樣子就是這樣 好就變一絲一絲了 對 好那如果是這麼長條 然後我們就越切越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麵條 對 那變成麵條之後要怎麼全力 好一樣 所有的橘子肉不管你是用電鍋蒸 還是用這樣子手刀切 切 對 在它蒸熟或煮熟之後呢 都不可以馬上吃 是因為我們剛剛製作的時候 是不是放了鹼粉 鹼粉 對 那鹼粉呢它必須要有一個去鹼的動作 要不然的話它會影響這個橘子的風味 一般來說 好去鹼 像這個你剛剛我們等一下要做的這道 你聞聞看它是不是臭臭臭 對我們有時候在外面買的現成的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個是等一下有一個去鹼的動作 可是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已經去好鹼了 你再聞聞看 完全沒味道 欸還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對因為裡面我泡了醋 用醋去去鹼 所以說去鹼的話就是說 我們把它蒸好或者是煮好之後 我們再去鹼 好我們現在從這裡開始了 嗯 對這塊有 對這塊就是電鍋蒸好 可是還沒有去鹼的狀態 好現在我們就要示範去鹼了 那你看喔你是要這麼長條 還是要這個麵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切這個麵 寬一點點給觀眾朋友看 好 這樣子切完之後的蒟蒻絲 你可以這樣斜切 也可以這樣切 這樣有點長了 我們先這樣切好了 好 那我們以前會這樣子雙疊對不對 蒟蒻也可以啦 但是要有一點點刀工 因為它會滑才會滑 所以你的安全問題還是不要 好就是先把它切成片狀之後呢 你再改刀切成我們要的任何形狀都可以 譬如說你也可以切成像中間畫一刀 好拉過來變成一個 哦對我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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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也是很普通的一個形狀 是是是是 那或者是呢在就是你可以要紅燒的時候 你也可以切成像這樣子的對角三角形 就是這樣子對蒟蒻塊 對蒟蒻塊 稍微有點厚你就再把它切薄一點 這樣就可以拿來紅燒 那現在我們要去它的解溫的話 好現在喔我們不管你是什麼形狀 記得最好的這個蒟蒻塊呢 或是蒟蒻絲 我們就來放到已經沸騰的水裡頭 好不管你要什麼形狀 對好然後放到沸水裡面大概煮15分鐘 15分鐘 對做點是呢加一點點的白醋是不是 對就加在水裡面 加在水裡面好 然後大概就煮15分鐘之後呢 好這個是我們用水加溫 然後用這個醋的酸度去跟減中和 煮大概15分鐘 然後就沒有減水味了 應該可以去掉大概80%左右 剩下那一點怎麼辦呢 好我們繼續泡水 就泡在乾淨水裡面 對我們就繼續泡水就可以了 好這個就是基本的那個蒟蒻塊 蒟蒻塊做法 哇從這個裡面你學會 你就千變萬化了對不對 是 好現在我們就來給它做變化了 好我們第一道先來示範這個無彩蒟蒻絲 好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蒟蒻呢 像這樣是沒有味道的 白白的 對大部分的蒟蒻呢 因為它在還沒有吸收到湯汁以前呢 它是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好我們讓鍋子稍微熱一下以後呢 先把薑撕到進來 好 所以說這個明明就有顏色啊 你這個就沒顏色了嗎 好重點在哪裡呢 在這個呢已經先浸泡了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滷汁 所以它這樣就可以入味了 這樣就可以當涼拌材了 嗯 好好吃 是 嗯 好這樣吃然後呢醬油 醬油 一點點 好 一口就一口 然後呢要有一點水 喔有了 所以我們外面賣那個什麼雞肉零食 雞肉乾 好硬喔 硬口口 這個自己做的滑溜滑溜又彈Q彈Q 是就是自己做的話你就是可以決定你自己喜歡的硬度 還有口味 嗯 不太喜歡吃那麼硬的 你就可以睡方睡多一點 所以就是這樣子放在裡面去滷 對就讓它煮到滾了之後 然後熄火 給它浸泡 對 大概15分鐘就入味了 它就會變這樣 對那這樣子你看它還沒有到時間的時候 其實它的顏色還是跟它有距離對不對 對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燒開了 關火之後 嗯 好就放在這裡 嗯 好那就是讓它充分的浸泡在湯汁裡面 你說意思是說這樣子浸泡了一陣子以後 它會慢慢慢慢變相似 好那當然跟你所用的這個醬油的顏色有關 OK 還有這個水的量有關係 好 那這樣就可以做料理 對不管怎麼樣 你這邊的味道就算不是那麼的足夠 等一下我們在炒鍋裡頭 你還是可以讓它繼續調味 好 好 所以現在呢我們就是 再來炒來 可以炒了 好這個油 然後我們再開火 好來 一點點 OK 好來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比較不用一熟的 胡蘿蔔先放進來 其實這樣煮煮差不多了 可以了 對 我們就是讓它煮完以後 滾了對不對 好 就讓它拿出來這個水就不要了 喔好 對 因為煎已經在裡頭了 好 那這個我跟妳一個來處理 然後用乾淨的水再繼續浸泡它 再浸泡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胡蘿蔔我們要先炒軟 用一點油炒軟 順序就是先放胡蘿蔔 對 然後再來就放其他的菜 這兩個可以 這個可以晚一點點 好 然後等到這個都差不多 炒好了之後再把這個放進去 因為它基本上是熟的了 而且有味道了 那等一下我們呢 就會用它的湯汁 所以是絕肉是最後的 對 最後 絕肉它特別的這個特性就是說 加熱之後跟你現在吃的 不太一樣的口感 你這樣吃是不是軟的 軟Q軟Q 等一下你吃它熱熱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硬脆 喔 對 所以說其實絕肉並不適合你煮太久 對不對 對 不是像一般滷味可以滷很久 它只是現在讓它水開了 你看你就熄火撈起來 讓它自然吸收湯汁 吸收湯汁 對 所以這一點要記得 難怪我們每次炒蒟蒻炒熱 會變硬脆脆 對 好 所以你看我們回想一下剛剛做那個的時候 是 蒟蒻粉40克 我們加了20倍的水 先吃25倍的水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水分 那如果你一直煮一直煮 那水分就會煮掉了 很難 好 那所以蒟蒻會變得很難取決 好 所以蒟蒻如果你要紅燒的時候呢 有一個小訣竅就是呢 你先燒其他的一些食材 譬如說你今天要紅燒豬肉 像是水仙草 對 好 那我們先放入耳 然後再加其他 好 芹菜 芹菜可以晚一點點好了 好 這個時候湯汁要先進來 幫助它入味 對 好 那我們在那邊就問大家一下 你們知道主肉長什麼形狀嗎 有些人猜樹根 有些人說是果子 有些人說是像牛肉一樣 其實真的它是一個地下的快筋 快筋 對 像馬鈴薯的意思 對 像馬鈴薯 然後再萃取的 對… 甚至像可以說是像山藥 山藥是因為 是因為我們種在那個水管裡 它變長長的對不對 就是牛肉塊它也是原的 一般野生的是原的 然後還有外國市場的 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大的牛塊筋 它大概要種三年能採收 所以長到大概幾近有15到20公分 就可以採收了 所以就採收 然後加工磨成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自己上網去看 才會知道 原來它的本來面目 是這樣的不起眼 但是就可以變成千變萬化 它真是一個千變女郎 好 那這個時候就把它炒一炒 大概一分鐘最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味道 如果剛剛我們的醬汁 不是那麼的夠 你就再另外挑 一點點味道進來 這個蒟蒻真的 它說熱的跟冷的有差 我來看 比較Q了對不對 剛才是軟Q軟Q 現在是脆脆的 好 那就可以起鍋了 好 另外呢 我們就要來炒那個麵 一點點水 然後火不要太大 我們先用水炒的方式 好 就先倒水 好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炒法 用水炒的方式 然後再一點點油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這個 來 拿去 你看 這是健康 好 那同樣的方法呢 我們三杯的這個蒟蒻 已經先讓它入味了對不對 這個同樣的 也是像剛剛那樣 是的 原來是這個顏色 然後入味之後就變這樣子了 所以也是水煮開 洗火撈出來讓它浸泡 也是不能夠硬子硬子 對 好 那這個甜椒呢 其實我們也不用炒開酒 大概兩分鐘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都倒進去了 好 就讓它溫度一起加熱 也是讓它差不多就可以了 對 就是因為剛剛這個蒟蒻 是完全冷的狀態嘛 我們讓它溫度上來就好了 就可以了 是 因為它已經是熟的 而且入味了 所以這個麵麵是我們通常會在外面 超級市場什麼買的 買的 那個一盒 因為裡面都有水對不對 是 他把那個水倒掉 倒掉 因為那是減水 對 那你會聞到它的味道很難聞 那因為它是包裝食品嘛 所以它必須要這樣 它才可以爆出 所以那個水倒掉之後 要不要汆燙 就是像剛剛我們的方式一樣 放乾淨的水裡面加醋 加醋 把它煮一煮 吃掉鹼味 再泡乾淨的水 對 是 稍微不可以把那個盒子打開 連幾多蛋水一起倒湯裡面煮喔 對 好 這樣你就會後悔囉 好 好 那這樣子我們又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好啦 那我們就來吃吃飯吧 好 來 蒟蒻絲 做法是 冷水倒入生碗中 放入鹼粉 先以打蛋器攪動冷水 形成漩渦 再將蒟蒻粉一次全部倒入水中 同時將打蛋器快速地以反方向攪拌 約6到10秒停止 輕輕地敲生碗 讓空氣釋出 在室溫下靜置30分鐘 再放入電鍋中 外鍋放入1.5杯水來蒸熟 再將蒟蒻塊切成需要的形狀 清水入鍋煮滾 加入一大匙的白醋 將蒟蒻煮約15分鐘去解 取出之後再浸泡清水1到2個小時 至減味完全消除就可以了 五色蒟蒻絲 做法是起油鍋炒香薑絲 放入醬油、清水、蒟蒻絲煮滾之後 連同湯汁倒出 靜置約15到20分鐘 使蒟蒻絲入味 再起油鍋放入紅蘿蔔絲略炒 將木耳絲蒟蒻的湯汁 芹菜段、金蒸菇、蒟蒻絲 蒟蒻絲入鍋炒熟之後 起鍋就可以了 三杯蒟蒻絲 做法是和麻油爆香薑片 放入醬油、糖、蒟蒻絲略煮之後 靜置20分鐘來備用 鍋中放入清水、油、彩椒片略炒 再將蒟蒻絲入鍋加熱 最後放入九層塔翻炒之後 盛盤就可以了 我剛才已經這樣子嘗試過了 那它現在呢 真的是 絕對不可以炒太久 像剛剛好 如果說不懂 在那邊一直煮一直煮 會變硬了 真的會變像麵筋 而且會變很難吃 對不對 那你看這樣多好 絕對就是一個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你看 哇 這個我們常常會買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麵條 對不對 然後 好滑嫩、好美味喔 有三杯的味道下去了對不對 有 如果說 你把它當作就是說 煮食 就是口味稍微清淡一點的話 這樣子你看 連菜袋、蒟蒻麵 全部就一盤吃掉了耶 對啊 所以它就是 因為它的纖維很多嘛 脂容器纖維含量很高 對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最大的好處在這裡 可是因為它不能單吃 單吃沒味道 對 它的養分不是那麼足夠 是 它本身的養分是不夠的 對 譬如說你希望得到的一些 譬如說 微量元素的什麼 鈣阿加阿美阿鈴 這些 有 但是不是那麼的多 是是是 所以我們會說呢 蒟蒻不要單吃 你一定是要搭配一些 其他的食材一起做 我懂了 我有聽到有人說 它為了要瘦身 它就把那個蒟蒻乾有沒有 就一直吃一直吃 讓它增加飽足感 它就吃不下任何東西了 哇 這樣就會營養不良了 對 這樣會營養不良 所以說 蒟蒻的好處就是它的那個 水溫性纖維 可以促進我們腸道的蠕動 增加我們的飽足感 但是 你還是要搭配其他的營養 對不對 對 會讓你餓嘛 對 會讓你有飽的感覺 可是呢 一般來說 減肥其實 用食物來控制的話呢 就是要注意到這一點 你不可能只是都是飽 可是你身體需要的那些 熱量 你還是要去兼顧到 是 微生素控制等等的 你通通還是要兼顧到 所以蒟蒻扮演的角色 非常重要 它可塑性很強 味道很特別 但是千萬不能夠 以它為主 然後就 把其他所有東西排除了 就不行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學到了這個蒟蒻 下次你就認識蒟蒻了 謝謝美妮老師 謝謝 謝謝美妮老師 謝謝美妮姐 謝謝美妮老師 謝謝美妮老師 為ilo guests Tuesday 昨天